比特币的大连跌带着很多相关公司的股价 都经历了一波滑铁炉 其中就有Block 一家金融科技公司 但仔细一看 Block和比特币的联系并不深 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被比特币拖累了的Block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Block目前有两个核心产品 分别是Square和CashApp Square是一款提供给商家的硬件 功能从一开始的Pose机到目前已经覆盖了生成工资单 安排逾越 管理客户关系 电子商务等 可以帮助商家完成和优化销售 CashApp主要面向消费者 目前的功能包括汇款 存款 借机卡 比特币交易 股票交易 借款 报税方案等 可以为个人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 Block的战略并非仅仅打造单一的产品 而在于建立一个生态系统 从而能够更好地扩大用户基础 并且提高客户流存率 在今年年初 Square完成了对澳洲先买后付公司AfterPay的收购 让Square和Cash的联系更加紧密 这一理念也让其在众多的新融科技公司中脱颖而出 那Square为何受比特币影响如此之大呢 由于CashApp提供比特币买卖业务 并且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因此Square是持有一部分比特币的 但是仅占其总资产的4% 而在利润表上Square并没有直接将手续费击为收入 而是分为比特币收入和比特币成本 因此由于比特币的大跌 其利润表收入呈现大幅下降 如果我们把比特币交易以手续费击入 其收入其实较上年上升了32%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其第二季度毛利润较上年增长了29%中可以看出 其调整后的比特币业务仅占收入的1.6% 而其核心业务都实现了较好的增长 因此除了受经济环境影响 Block这波从去年的280一路跌到80有点渊 当然Square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解决 特别是其经营性支出过高 成本控制期待解决 短期来看 SQ还是会受到比特币和加息通胀的影响 但是其建立生态系统的战略是非常具有潜力的 可以作为投资者们长期投资的选择之一 大家可以多关注这家公司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悉尼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9188-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